各位同學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做一些關於 金屬的活性罪 Reactivity of Metal 和Displacement Reaction 自換反應的一些練習 先看第一條題目 現在就是講 我有一塊銅片 一塊硬碟 放進一個 Aqueous Compound X Solution 即是X的水溶液 當我放進去的時候 Copper就開始 慢慢地溶解 以下有四個答案 我們在這題目中 其實是一個 金屬的支援反應 Metal Displacement Reaction 重溫定義 定義來說 一個金屬就會 跟一個 Metal Salt 的Solution 即是一個 金屬鹽的溶液 進行反應 而進行反應的 首要條件 就是 我們的金屬 一定要活潑過 我們 溶液裡面的 那一隻 鋁子 那一隻 鋁子 我把Copper 放進Compound X 的Solution 的時候 Copper 會慢慢地溶解 即是 它會和Copper 的Metal進行反應 所以 我們可以推測出 我們要的答案 就會是一隻 比銅 更加不活潑的金屬 當我們有了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又看看答案 A來說 它的Metal是 Mg二正 而B 就是Pb二正 C的答案 是Ag正 而Dock的答案 是Nh4正 換句話說 Dock 其實不是一個金屬的梨子 所以 我們在 選擇答案的時候 Dock 是可以 首先 剔除 根據我們的 Reactivity Series of Metal 金屬的活性序 我們可以知道 Mgnesium 和Led 即是 我們的尾 和圓 是被Copper活潑的 所以答案上 我們也不會選擇 而Dock 剛才說過 也不會選擇 所以 最後答案 就是C 我們再看看C 是不是 在活性序中 Copper 是比銷子 高一點 所以 當我們放Copper 進去銷子 Solution Copper會慢慢溶解 生成 銷子 所以 答案 就是C 所以 就是C 答案 現在我們會做第二條的題目 先看題目 題目 題目就是 以下的那一個過程 並不會產生hydrogen gas 不會產生氫氣 以下有四個答案 我們就逐個答案 慢慢看 從A的答案 這次 我們是在水中加 calcium 在水中加 calcium 就是在水中加一隻活潑的鐵 我們會得到 就是鐵、hydroxyl和hydrogen 所以這一個就不是答案 另外 B 我們這次是把 magnesium 加入 黑的氫綠酸 hydrochloric acid HCl Metal和酸 就會進行反應 生成氫氣 C的答案 我們這次是 Copper 加入一隻 Dynode的Nitric acid 希少酸 之前也說過 Copper是不會跟普通酸做反應 除了一些會帶有氧化性 Oxidizing acid 這裡就是一個例子 Dynode的Nitric acid 就會跟Copper進行氧化還原反應 Redox reaction 進行反應之後 我們生成的就是NO 在Dynode Nitric acid 這個情況下 我們會生成 NO Gas 如果是 Concentrated Nitric acid 即是濃的氧酸 我們就會生成 NO2 最後答案 D 就會是 蒸氣 加入熱的鐵 蒸氣 其實就是 水 鐵和水做反應 就會生成 HIGH 換句話說 A的答案有H2 B的答案有H2 C的答案呢 是NO Gas Doc 都是HIGH 所以答案就是 C 以下呢 是另一條 關於Displacement reaction 的題目 先看題目 現在呢 就說有 XYZ 三種金屬 我將這三種金屬 分別放進 COP2 Sulfate solution 硫酸同意的溶液裏面 得出的結果呢 就在下面 這個表上寫了出來 問題是 要找出 XYZ 三種金屬的活潑性 就是 Reactivity of the metals 這次的題目 各位同學要記住 英文同學 這次是 Ascending Order 即是 遞增 順序 即是由 細到大 這樣排列出來 要知道答案是什麼呢 首先我們要 有一個概念 這次我們 我們的 metal 有XYZ三種 即是說 我們的 metal的 solid 可能是 X 可能是 Y 或者是 Z 而我們的 Solution 就是 COP2 Sulfate solution 即是 帶有Cu二正的 Solution 如果 我們的 metal 和它有造反應的時候 即是說 我們的 metal 會活潑過 COP2 而如果 不反應的話 Reactivity series 就會低於 COP2 當我們有了 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桌子 有什麼的觀察結果 Metal X 是沒有反應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 這個 Reactivity series 來講 X 就會放在 COP2 的下面 而Z 和Y 就放在 COP2 那麼我們從 Z和Y裡面 哪一隻 Metal 會更加的 活潑呢 我們就可以 留意這個位置 在 Y的金屬 它說 除了生成 中式固體 Brown Solid 其實Brown Solid 現在就是 COP2 的Metal 還有一隻 Color Gas 生成 即是說 有一隻無色氣體 和金屬的 Displacement Reaction 基本上 不會生成 Hydrogen Gas 或者是 不會生成 任何的氣體 而這裏 有無色氣體生成 亦都在說 Y 甚至是 會和 水進行反應 所以 就會生成 H2 根據 Reactivity Series 根據 活性罪 我們 活性罪 上面 越高的 Metal 就越會和水 反應 換句話說 就是說 Y 比Z 更加活潑 活潑到 它放入水 除了 和COP2 做反應 之外 甚至會和水 進行反應 新成H2 H2 根據剛才所說 而根據 題目所問 我們要Ascending Order 由小到大 所以答案 就會是 A 到最後 我們會做多一條短題目 現在 題目是 它想 在酸中 製備 H2 即是在酸中製造氫氣 它建議的方法 就是在 Dilute Hydrochloric Acid 即HCl 加入COP2 第一條題目 我們就是問 究竟這個方法 有什麼不適當的地方 以我們所知 COP2 除了是一些 Oxidizing Acid之外 它不會和其他酸做反應 也就是說 COP2 是不會和HCl做反應 其實COP2 當我們想心一層 的時候 我們H 這裡的H晶 不會和COP2 進行反應 換句說話說 COP2 是不會和H晶 進行Displacement reaction 自換反應 所以 第一條的答案 就是 銅不能在HCl中 和中的H晶 進行自換反應 CANNOT Displace H Plus 從HCl 最後呢 第二條題目 就是問 舉出另外一個 恰當的方法 來進行 今次的任務 任務 就是在Acid中 提取Hidrogen Gas 既然COP2 不行 我們可以用其他金屬 用什麼金屬呢 就是 在Reactivity Series COP2 以上的金屬 所以答案呢 可以是 Magnetium 或者是鐵 來到這裡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一些關於 Reactivity of Metal 金屬活性罪 或者是 和自換反應 Displacement reaction 的一些題目